那這裡的話呢 一樣 下一步 下一步 那這邊的話呢 就下一步 那當然要同意式的 同意授權書 那日期時間喔 再做一個更改 然後 通訊這個不需要 下一步 那使用者名稱 跟帳號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C 看多少 帳號如果我們是地方的話呢 比如說我是01好了 那密碼的話我就 加上去 我這邊用123456 好了 按下一步 好 再來的話 下一步 其他這些 我想 硬體的部分呢 就 沒有要求一定要 可以run 所以這邊的話 就直接按下一步就可以 好 那再來的話這邊有個 密碼 那接下來這個用戶名稱 用名稱呢 我們可以用 那個 C01 或者我們用 C01 我們剛剛那個名稱 C01 那密碼的話呢 我剛剛有給他123456 用這個名稱 登錄 登錄之後當然呢 一個帳號不夠 另外我們還要再新增 這個幾個帳號 比如說這地方 帳號密碼要不一樣的 然後做一些基本的設定 裡面做一些設定 裡面做一些設定 那加目錄 這個地方點下去 好 點下去之後呢 當然我們要找我們相關的設定 好 再來我們先設定網路 網路部分好了 第一個那個網路的部分呢 我們在系統設定裡面 可以看到一個設定叫做網路 我們在系統的 這個系統設定 系統設定 裡面有個網路 網路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我們這個地方呢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相關的網路設定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要一個是 固定的IP的話 那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做設定 這邊有個所謂的編輯 編輯點下去之後呢 那我就直接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自動取得是這個 假設我今天要設定一個固定的 192.168.240. 比如說 201好了 假設是這個 假設是這個IP位置 201 那如果說沒有提到 你就把主機名稱打上去 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按一個確定 他就直接幫我們做一個設定 這個是有關於網路設定的部分 網路的設定部分 那最後跳出來 他問你要不要儲存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選擇是 好 那 確定之後 網路的部分呢 就設定好了 接下來的話呢 印表機的設定 印表機設定的話呢 我們知道 系統裡面有一個叫系統 也是一樣系統設定 系統設定裡面呢 也可以找到這個地方 一個叫列印 那他翻譯很奇怪 叫列印中 列印中 等下去之後的話呢 一樣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選擇 這個 新增的那個按鈕 新增的按鈕 這邊有個新增 那新增假設說 我今天呢 他要求我們呢 做的是 就是說 Epson的1010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 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